10月22日,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, 正古则今甲骨文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拉开序幕, 展览为期两个月。 据悉,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首次举办以甲骨文为内容的文化展, 也是国家博物馆馆藏甲骨的第一次大规模展示。 此次展览通过近190件甲骨、青铜、玉石、书籍实物构成的叙事链条, 共同讲述那段甲骨被发现与发掘的今世过往, 重温甲骨文背后的商周文明。 我们这个展览的展品数量总共大概是190件套左右, 然后甲骨大概是100片左右。 我们不仅仅是展示这个甲骨文的内容, 我们还想就是展示这个甲骨文的发现与制作, 对吧,然后甲骨文反映了商代社会, 然后呢就是甲骨文的研究, 我们这样做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叙事链条, 把整个甲骨从发现到这个研究, 以及它展现的商代文明都能够展示出来。 在展示区,一片土方争土珠补古课词引人注目。 据介绍,这片补古是罗振玉英虚书契金华注录的著名大版之一, 续词、宁词、詹词及艳词俱全。 残词内容主要记载了四天之内, 商朝遭受了五场异族侵犯的事件。 而这片国家博物馆馆仓甲骨, 正面残存91字,反面82字, 属于一篇长篇济世补词, 也表现出因人对詹梦异乎寻常的重视。 猪条真补中,除战争侵犯的实录, 最为重要的是一条大咒风的记录, 是殷商气象史上极为重要的史料。 由于甲骨文内容比较晦涩, 展览现场还配以相关的辅助展品和多媒体科技, 让文物活起来。 除投影、视频等形式, 展览还设计了场景化的雕塑、沉浸式环节, 如观众可以扫码获取甲骨文表情包等, 让观众更好地了解甲骨文化和商代文明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